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我們來介紹 奇策挑戰 潮批篇的高分陣容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目前我的分數已經來到了7億 那麼使用的陣容是畫面上的這套 由DC大佬所開發出來的 關鍵就在於把火哥擺在5號位 會比4號位個人認為打起來的高分程度 會更高一些 至於沒有好人曹操的玩家 可以改為普通曹操 又或者是說曹批 以及群雄的袁紹 分數也可以來到5億左右 那如果是慶典服的玩家 則是可以使用這一套 非常的平民 只要要求文姬的專武就行 就算真的沒有文姬的專武 也可以改成圓姬 分數可以來到3.5億左右之間 緊接著是配置的部分 好人曹操使用郭家羈絆 潛能我一樣放在畫面上 有需要的玩家暫停照操 再來是戰魂 火哥帶落點 其他都是戰役 最後是幻武的要求 文姬以及大橋都必須要三開 神兵的話 靈燈 停刀 龍鷹槍 本次不用用到葫蘆 我覺得使用停刀配燈 會更好刷一些 最後是靈寵 主戰比翼 主戰白虎 酸泥 沒有酸泥的同學 也可以改為窮騎 又或者是說夫豬 那麼本次的奇策挑戰高分鑽龍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約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